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朋友好 欢迎收看《真投资》 我是《非诚勿承》 今天加权指数下跌了128点 那其实在廉价之前 指数震荡、指数下跌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尤其是说这一次的清明廉价是放了三天嘛 那在这个时候一定会量缩震荡 非常的合理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特别去探讨的啦 就解钱卖压 那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去做的是布局第二季的行情 那以整个第二季的行情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就像我们从上礼拜一直在强调的 第二季的整体行情 预计会是在今年 最好的一段行情 其实因为昨天这个国发会 它又公布了最新的景气信号灯嘛 那又是蓝灯 那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 这一颗蓝灯出来 其实对于第二季的整体行情 反而会更有帮助 所以你去看指数 以加全指数来讲 这个礼拜的走势 其实没什么参考价值 就是解钱 放三天谁会想在这里去买股票 这里就是解钱的震荡 那我们要去做的就是 针对第二季的便宜好股票 下去提前去做布局 好 那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第二季会是今年 最好赚的一个季度 那主要的重点就在于 整个第二季 会有股票市场中 最重要的两个特性 第一叫做预期心理 第二叫做提前反应未来 你了解这两个特性 你会知道 第二季不夸张 真的会是全年度最好赚的季度 那第一就是预期心理嘛 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以股票市场来讲 不论说大盘也好 个股的走势也好 最好赚的 永远是在事情发生之前 就是说 好大家预期说 会发生一件大利多 那真正最好赚的 绝对不是这件利多 真的发生 而是真 而是发生之前的一段行情 这才是最好赚的 所以你去想 这个时候其实 大部分的投资人 还是会预期到说 下半年联储会会去降息 尤其是美国的投资人 美国的民众 他们对于这一块的预期心理会更强 那只要说大家都预期到说 下半年联储会降息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第二季的行情就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 而且就像我们讲的嘛 你说第二季在做一个降息的预期心理 降息的梦 但是这个梦 它会不会真的实现 要等到下半年才会知道 也就是说 在整个第二季市场会围绕在一个降息的梦里面 那这个梦在第二季还没有办法被证实 就是你还不能确定说 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 那既然说还无法被证实 整个市场就会一直绕在这个梦里面 那光是这个预期心理 绝对就足以让 看一下这里 就绝对就足以让股票市场往上去拉伸 就是说它就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 那再来就是景气落底 股票市场会提前反应 你去看喔 昨天 这里 昨天是连续第四颗的蓝灯嘛 那当然说乍看之下会觉得景气好像真的很糟 真的很不好 但其实并不是 应该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坏的状况啦 因为第四颗的蓝灯 它已经创下了2009年来的新低 那2009年来的新低就代表说 这一次算是金融海啸过后最差的一次 那你去想喔 现在已经四颗蓝灯了 已经四颗蓝灯了 再怎么差也不可能会比金融海啸当时还要差 所以基本上你说极限好了 极限再给个三颗蓝灯 我是说 给它一个最极限的数值 最极限的数值再给个三颗蓝灯 差不多了嘛 不然是还想要几颗 最极限 我是认为说 顶多在一颗啦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最极限的预期行李 给个三颗 那就代表说 就算 接下来的三颗景气信号灯 全部都是蓝灯 它也是落在第二季 那也代表说 景气最坏的状况 它就会出现在今年的第二季 这是现实面来看 那既然说现实面来看 景气最坏的状况 会出现在今年的第二季 那对于股票市场来讲 第二季就会开始去反映 景气复苏后的行情 绝对是这样 因为说 股票市场这个东西 它本来就是会提前反映未来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以现实面来讲 景气最坏的状况 会落在今年的第二季 那对于股票市场来讲 它就会提前去反映 景气落底过后的状况 所以你去想 这两个逻辑 第一是这样解预期行李 第二是 股市会提前反映现实面的状况 光是这两个逻辑 第二季就不可能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总结来讲就是说 第二季它一样会维持在一个 很正规的多头行线上面 那在一个正规的多头 就是说 确定第二季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那既然说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产业加数字 我们就是轻松的赚 就是说它的威力就会一直被放大 因为说所谓的 我一直强调说第二季很好赚 很好赚 不是说第二季都不会跌 而是说它不会改变目前这种多头的形态 多头的走势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 其实大盘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看的是一个大方向 不是说去很详细的去预估说 今天会涨 明天会跌 后天会怎么样 不是这样 而是说去看一个大方向 那我能够确定的就是第二季不可能 扭转目前长度的趋势 那既然说不会扭转目前长度的趋势 产业加数字真的就是轻松赚 所以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light 你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一些套劳的成年老股 都利用这一次第二季的行情 下去做转换 直接拿起手机的相机 对准这个QR Code 扫描 就可以加入 那或是输入ID 小老鼠WE178 WE178 我们在这个礼拜 也会针对第二季的新标股 下去进行分享 我们在第一季的季初 送给大家五档嘛 红宝 加登 四星 茂达 尚尾 哪一档没有涨 每一档平均的涨幅 都是超过30%以上 所以第二季也是一样 好 记得先加入 所以你了解到 其实说 我们去看这两个状况 说 降行的预期行李 加上景气落底提前反应 这两个特性 主要是要确定说 第二季指数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转 只要确定这件事就够了 只要说指数不会大幅度的反转 它就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 那这样一个效率的市场 只要说个股的基本面好 数字够漂亮 市场就一定会买单 所以你看 像是8478的东哥游艇 其实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只要说掌握一间公司 它的合理的建议售价 不论说下跌还是上涨 到底该买还是该卖 通通都不会是问题 8478 因为说 其实在股票市场 很多人会有这个迷思 觉得说 下跌就是不好 上涨就是好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就像我一直在强调 大涨跟大跌 它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 你说 有一些股票如果说 它没有出现一些突发性的下跌 它根本就不会有一个 所谓的绝佳买点 所谓的绝佳买点 就是建立在突发性的大利空上面 它就是一体两面的 否则你说 为什么 我特别爱拿跌停板的股票 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位置可以去买进 包含像当时的材料也是 东哥游艇也是 大力光也是 这些我们都是在跌停板的当天 告诉大家 可以去大买 所以你看 8478的东哥游艇 当天爆量跌停板跌下来 那就像我在强调的嘛 你说 你要去解释 这一根跌停板是发生了什么状况 没意义啊 你说你要去解释上涨的原因 下跌的原因 你要讲几千种几万种 都可以 我都可以讲给你听 但是这对于你的操作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而是说 好 它跌下来了 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动作 这才是重点嘛 是不是 所以你说 有些股票它为什么会跌 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会跌 台股本来就是一个浅跌市场 受到筹码的影响 消息灭的影响 涨涨跌跌都很正常 那你去看 像是8478的东哥游艇 我一直强调400元以下 就可以去大买 为什么会有400元这个数字 靠的一样是产业加数字 透过产业我会知道 东哥游艇它是做豪华游艇 它的产品是接近独占 既然是独占 本益比15到20倍 有没有 当天我们都写出来了 15到20倍 2023预估要赚26到28 那既然是26到28 给个最低限度的标准26就好 26加上15倍的本益比 它一个合力的建议售价 至少要超过 380到400元以上 那既然说要超过 380到400元以上 当天跌到364.5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所以你看 当你心里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 东哥游艇它在400元以下 都是一个便宜的价位 那像这一段行情你看过去 不论说任何一天 任何价位 任何的技术形态 你要去做什么动作 怎么会有问题 3月22 一根涨停板 3月23 第二根涨停板 最高来到473 3月24 再一根涨停板 最高来到520元 昨天又再一根涨停板 最高来到528 今天继续创高 最高来到569 涨幅足足50% 是不是 那你这样回过头来看 这里不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买点吗 那也真的就像我们所讲的一样 400元以下 你就闭着眼睛去敲市价单 一直到今天通通都是赚钱 只要你今天要上开头的价位 市价单随便你敲 今天全部至少都是赚40%以上 这就是产业加数字啊 所以这也是我长期在强调的观念 其实每一档股票 它代表的就是一间公司嘛 那只要它是一间公司 它就有它自己合理的售价 因为一间公司它本来就会有 有人去做买卖 就可能说 好假设说A公司它去收购其他的公司 它也会有一个收购价 那这就是这一间公司 它应该有的价值 那只要我们掌握这个 应该有的最基本的价值 其实不论说任何的价位 任何的时间点 要买要卖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你看 8478东各游艇 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例子 跌停板当天告诉你 这是一个买点 稍微震荡一下 50% 不是很好赚吗 是不是 那你一定要说 你去看喔 这个东西是缺一不可的 假设你只知道 好东哥游艇是做豪华的游艇 它是独占 那请问 不到400元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 不知道 你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但是当你知道说 它今年要赚26到28 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它的本益比 基本是15倍 所以380到400元以下 都叫做便宜的价位 所以一定是说产业加上数字 我们才会知道说 这间公司它合理的建议售价是多少 那你去想嘛 当你掌握了1700多张股票 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买卖股票赚钱 怎么会有问题 3362的先进光也是 我们之前从80元以下 就一路这样赚上来 那今天解禁直接一根跌停板很正常 解禁后一定会有所谓的卖压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走法 很多的强势股都有这样子的形态 就是说 涨了一段 应该说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涨了一段 只要说它够强一定会进储制 那进储制过后 它一定会有急着要脱手的卖压 太多股票都涨这个样子 就是说涨一段进储制 储制解开跌停板 那跌停板 稍微震一震 它约在网上 那说这个 这一根跌停板怎么样 它能不能去买 就像我们当时讲的吧 先进光它现在有增值 它现在有限增 今年要赚8块钱 而且它是大力光 唯一在镜头厂里面的 在车用镜头里面的产品线 所以展望一定不可能到太差 所以当你了解到先进光 它的产业加数字 你会知道 今天这一根跌停板下来 我们一样是去找买点 是不是 所以不是说每一次的下跌都不好 而是说你要去了解到说 它跌下来 那到底是便宜还是贵的价位 那操作股票买卖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一样是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在本周 今天已经开始了 今天已经开始针对 两档第二季全新的标股 进行布局 所以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私讯我的Lite 那这两档 下半段我们回来再来讲 先进一段广告 想跟上下一档标股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上开启小铃铛 还要记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记得加小老鼠 所以说第二季的行情 不可能会到太差 那 它的利基点就是建立在 对于降息的预期行李 又加上对于景气落底的提前反应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了解到这两个逻辑 你会知道第二季不会差到哪里去 就是至少说它都会保持在一个 多头行情里面 那既然是多头行情 产业加数字 我们就是一档一档轻松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你要好好把握第二季的行情 因为第二季的行情欲小不易 那既然说欲小不易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要把握机会 去增加我们的绩效啊 不论说你是有一些成年老股 要去做转换 还是说想要利用在这机会 让资产跳升 第二季都是很好的时机 尤其是我再强调一次 科技股跟电子股 我倒是觉得还好 就算有被套牢 其实电子科技股这些 这些在今年都有解套机会 那比较麻烦的是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 其实在今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利基点 面板啦记忆体啦 或是说航运类股这些都是 这些东西如果说被 是套在前年或去年的高点 今年解套机率就比较低 那这种成年套牢的股票 就是利用第二季的行情 下去把它一口气做转换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观念嘛 你说 你说总绩效的80% 他只会应该说 在我们总绩效里面 其中有80% 他只会出现在其中30%的行情 就像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假设说我们一年 一年的目标 我们是在股票市场中赚个1000万好了 好一年我们的目标 是在股票市场中赚1000万 那大家一定会去把它平均 那我一个月要赚多少 绩效才会及格 但是实务上来讲绝对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因为行情本来就有小有大 有时候行情非常非常好 那有时候就是没有量 横盘整理怎么赚都一样 所以一定是说 从以前到现在 不论说任何国家都一样 华尔街 对冲基金 投信法人 都是一样 总绩效的80% 只会出现在 它会来自于其中30%的行情 就假设我们一年的目标 是赚1000万 那其中有800万 会是在其中的三个月 就把它赚到 那剩下200万 再慢慢去累积 一定是这样 所以当行情来 就要把握 把握这样的机会 去扩大我们的绩效嘛 第二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既然确定说第二季 指数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回档跟修正 那产业加数字 我们真的就是轻松赚 所以大家记得先加入我的Light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转换 或者说要去看第二季全新的标股 都欢迎直接扫描这个QRcode 或输入ID小老数WE178V178 好 在680的加登 其实你说掌握一间公司 它的合理建议售价 你要在起涨前 就预判说 它可能会涨到哪里去 这真的不夸张喔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这样子的例子 已经太多了 还没起涨前就告诉你说 这一档它会过什么样的价位 至少啦 至少一定会过什么样的价位 就真的到这样的价位 当时我们加登也是说 加登当时股价不到300元 大约在270到280 我也是告诉大家 加登基本就是会过375元以上 375元这个数字哪里来的 这里嘛 加登它是做EUV EUV是属于独占产品 那既然是已经接近了独占 接近独占产品 本益比就至少是15倍起跳 15倍起跳 又加上EUV的交期长 所以它预估EPS 可以估到比较后面 2024年预估25元 25元搭配上15倍的本益比 不就是375 所以当你了解到说 加登它一个最低的 合理建议售价是375 在300元以下 你会不会去大买 一定大买的啊 既然说它一个合理建议售价 就是会到375 不到300元 为什么不买 是不是 这就是 我一直在强调 做股票具体跟不具体的差别 当你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你就会 你就会很敢去买 那也会敢爆 所以你看喔 368年的加登 300元以下便宜 341 320元 364 3月22 367 3月23 372 3月27 379 有没有跟我们当时说 讲的一模一样 至少会过375元 真的就是到379 涨幅足足25%起跳 我们是用300元计算的话 就是25% 涨幅不是最大 但是它最能够表现出 产业加数字 它的威力跟优势 到底会有多大 很轻松 就到了25到30%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我能够带给你的 不是说 好哪一档股票第二 或者说哪一档某某档全新的标股 这些都是基本的 那你加入操作加入会员 我能够带给你的是说 一套完整而且具体的操作逻辑 产业加数字 一套很完整的操作逻辑 是可以让你在任何的行情 都会有获利的机会 一档一档这样赚下去 这才是你要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了解到这样的逻辑 你会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个数字 到底会有多好赚 所以你看像368.0的加登 当你知道说 它一个合理的建议售价是375 其实昨天这一根 你也不会特别去追 就是说过375 它不是说不会涨 而是说它就会变成说低风险 高风险而且低报酬 就是说它会反过来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加登它最合理的建议售价 至少要过375 所以理论上375元以下 我们都可以一直去操作上去 都没有问题 但是过了375元 不是说完全就不会再涨 而是说它就会变成所谓的 高风险而且低报酬 那既然是高风险而且低报酬 那去买它干嘛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 都可以保持在这么高的胜率 这么漂亮的绩效 就是因为我们只会坚持去买 在一个安全边际以下的价位嘛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第二季的行情 就是好好把握 那我们在今天已经开始布局 第二季全新的标股 其中一档是在鸿海集团里面 跟资安还有AI 比较相关的个股 那另外一档 它是做Type-C Type-C里面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一档Type-C的概念股 它的数字 今年上看5块钱以上 但是目前的股价不到50元 又是一档 实资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这就是很标准的低风险 而且高报酬 所以把握机会 尤其是说 如果手上有任何的股票 可能说套得很深的股票 不确定到底要不要转换 第二季就会是你最好的机会 直接打电话进来 或是私讯我的Lite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